11月4号,2019两岸企业家紫金山峰会在江苏省会南京起目 当天,大陆出台关于进一步促进两岸经济文化交流合作的若干措施 简称26条措施 出席峰会的台湾方面理事长肖万长在致辞环节称 26条措施一定会带来很大助力,值得报以高期许 肖万长说,2018年,大陆提出31条措施获得台商普遍认同 很高兴又听到26条措施的出台 希望大陆方面能够持续充实内容 深化落实实行,加大支持力度 新年26条会派出台,一定会带来很大的助力 直到我们的大大大大的趋势 我们也建议,未来措施的适用力下来 除了高科技的造型,也能够延伸到众多的 台商与其有未来发展前一个建议 引导两岸企业,慢性增加群益 更高充实的融合发展 在肖万长看来,台商具有从事各类型服务业的经验 两岸企业携手合作将发挥加成效果 从而深化两岸经济互补融合 近年来,在大陆经济规模迅速复党 产业实力不断的提升 两岸企业要应该认真的思考 共同开挑一个自创新 高端制造、自能制造的产业 并且实际的优化两岸产业的模式 提升两岸产业深度融合的层次 肖万长称,两岸企业致力推动经贸产业交流 成为稳固两岸关系 维系两岸和平不可或缺的磐石 这些年,得来不易的成果 为两岸产业合作打下坚实基础 两岸企业家更应努力珍惜与捍卫 两岸企业要我们为面对的全球经济 局势的动大 与两岸关系的扩折 但是我们始终坚持既定的目标 看方向 努力地为两岸企业寻求更广扩担 扶作共签 当前,全球经济发展的前景不明 两岸的共同面的产业抵抗 再次转型升级 今年工会有提 将生化农合发展 打造工资市场 作为新阶段 两岸企业合作的重要目标 希望透过大家共同努力 和客户各种的挑战 和困难 为两岸的展开中国 与经济共同发展 禽兽新的面积 做出更多的贡献 更多精彩尽在中国新闻网客户端